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有話好說 我是胡心平 政府呢 在兩千年的時候呢 就已經停止新建了國宅 而取而代之呢 是有人說是國宅升級版的 所謂的合宜住宅這樣的一個概念 不過呢 這樣的一個概念呢 對於主要的目的呢 是希望能低於市價 房屋低於市價呢 能夠加會更多弱勢的族群朋友們 而這樣的政策呢 在最近卻起了相當大的變化 因為呢 全臺灣第一個由地方政府呢 所主導的 也就是這個 在桃園地區的這個巴德的合宜住宅案呢 卻爆發了有產官學三個面向 所構成的一個綿密的一個犯罪獲利的 一個組織集團 而這也大大的重創的民眾呢 對於政府的信任 當然 民眾對於合一住宅的居住正義 也打上了一個問號 而今天整個事件呢 也有不斷地往上竄生的一個趨勢 究竟未來會怎麼樣發展呢 值得全臺灣的觀眾朋友 一塊來關心 首先呢 先為您介紹來到現場的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在我左手邊的是淡江大學產經系的副教授 莊孟漢 鑽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那麼在我左手邊的第二位呢 設好房雜誌社的社長 尼子仁 尼社長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在我右手邊呢 是政治大學地震系的教授 徐世榮 徐老師 大家晚安 好 同樣為您介紹的是資深的媒體人 蔡玉珍 玉珍姐 你好 大家好 好 那麼整個事件呢 其實一直一直在整個的端午加學的時候 一直都有竄生的趨勢 那麼究竟目前最新的發展是如何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在今天的一個最新的發展 雙手上銬 面容憔悴 遠雄集團董事長趙騰雄 在罰警介護下快步上警備車 捲入巴德合宜住宅弊案的趙騰雄 凌晨被撤銷交保 擠壓境界 原來他們可能認為有某種空間 我們都交代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今天收押這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 趙騰雄和遠雄副總經理魏春雄相當震驚 隨即由律師團當庭提出抗告 但兩人都沒有想到自己會被收押 必須在看守所過端午 第一天心情還算不錯 不過北索今天有安排健保門診 瞭解他們的身體狀況 平常在外面可能就有一點 那個疾病還怎麼樣 那我們就安排他來看診 原本二度基壓庭 趙騰雄和魏春雄 坦承有行賄夜市文 希望換取交保 但檢幫補強關鍵市政 就是前天趙騰雄獲得500萬交保後 立即回到遠雄召開主管會議 在六月一號 集團高層就委託環保公司 要銷毀數十箱的公司账冊 以及會計傳票等等 被連政署及時攔截 中中鐵證都讓北院認定 趙騰雄確實有指示下屬滅震 以及串供之餘有羈押必要 被告交保之後 側犯兩岸有發現一些滅震的事實 所以當庭補證的一些滅震的事實 那這也是這個法院 把財政主義羈押紀念的重要理由之一 建商趙騰雄涉嫌行賄桃園縣前副縣長 葉士文以十二億九千五百萬 飆到桃園八德合一住宅案 葉士文不只收賄一千六百萬 甚至公出遠雄也以數百萬的代價 來打點評選委員 檢方不排除展開下一波約談 這一件產學界的貪賭疑雲 恐怕將持續擴大 繼續綜合報道 好 那麼整個目前有收押 禁見的相關人士是非常的多 我們先來看一下 從畫面上來看一下 目前的強制處分的結果 那麼當然第一個是事件中人 這就是桃園縣的縣長 桃園縣的副縣長葉士文 他本身目前是收押禁見 我們接下來看到是蔡仁惠 蔡仁惠是臺北科大的退休教授 他目前也是收押禁見的狀況 那麼再來就是在這個業界的代表 就是趙騰雄 他是遠雄集團的董事長 他也是收押禁見 不過他正在提抗告的過程當中 究竟有什麼樣最新的發展 我們拭目以待 再來看到是遠雄開發部的副總經理 他是衛春雄 他也是收押禁見 另外他也是幾個是交保後傳的是 徐自強 還有周明玲 還有陳麗玲 這個是葉士文的女性密友 他到底是擔任什麼的角色 他目前也是四十萬交保後傳 究竟這些關係人 他們怎麼樣涉案 他們究竟怎麼樣竄起 這整個的這個弊案 是怎麼樣進行的 我們待會會有進一步的討論 那麼當然我們再進一步回頭來看 這整個弊案 話說是在這個農曆 是在這個端午節的時候 所爆發的 事實上 這個廉政署呢 他們是跟監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可以說是近期才進行收網 有人說是收網收得漂亮 不以為過 那麼其實整個秘籍發生的 這段時間呢 也不過是短短的一個多月當中 究竟是怎麼樣進行 整個弊案的過程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首先是在今年的一月份的時候 這是桃園縣政府公開招標 當時呢 葉世文也就是桃園縣的副縣長 他是擔任招標案的主持人 當時遠雄 力保 國陽 任先生 還有黃翔都就是國內相當知名大型的 這些建設公司都有進行投標 那麼在2014年的4月份 這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今年所發生的 那麼葉世文呢 他就透過了這個白手套 就是蔡仁惠 台北科大這個退休的教授 和遠雄來談妥 怎麼樣護航 讓遠雄得標 那麼最後呢 遠雄是以最多戶 可以興建到一千零二十一戶 也就是最高的金額來得標 那麼這個時候呢 在四月份的時候 葉世文就向蔡仁惠說 欸 該給我的應該要先給我 也就是這個匯款的部分 那麼桃園縣呢 和遠雄在五月八號才簽約 其實是這個月才發生的事情喔 那麼預估要今年十一月份要動工 那麼同時廉政所就開始收網了 他們呢 用拆解密碼的方式呢 來看看這個一六 究竟是什麼樣的數字組合 那麼最後就發現了其實這就是一千六百萬的這個匯款 是由蔡仁惠呢 到遠雄去拿給了這個葉世文 然後主要的目的就是擔任這個白手套的工作 我們接下來繼續看 那麼後來又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於是呢 檢方就快速地搜索了桃園縣政府遠雄等企業總部 那麼也約談了葉世文蔡仁惠 趙騰雄遠雄開發的副總經理魏春雄 這幾個都是被收押的 那麼接下來就到了五月三十一號 法官也就裁定收押了這剛剛四個人 那麼趙騰雄還有魏春雄是以五百萬元 還有一百萬元來交保 不過檢方不服因此提出了抗告 在六月一號呢 北院又重開了家庭 那麼又再度裁定了趙騰雄魏春雄是禁見收押的 那麼六月二號呢桃園縣府呢 還有地震局的五位一級的主管 已經確定去職了 那麼和遠雄也進行解約 這是剛剛最新的記者會的當中的說明 並且要重新招標 那麼出租的比例呢 要從百分之十要增加到百分之四十 好這是目前在整個的弊案呢 最快速的也是最簡短的一個 弊案的一個始末 我接下來就要問一下 裕正解了 我們說啊這個到趙騰雄 肯定是建築業的蕭雄 我想這個國內幾個大的 只要是談到了這個建設 建案呢 這個趙騰雄絕對是排名前三名 這是我無庸置疑的 不過這當中呢 有最新的發展 包括了這個蔡仁會說 他可能會轉為污點證人 對 那麼另外呢 還有是桃園縣政府 也把這個葉世文經手的案子呢 也打算的 要把它全部撈出去了 對 進行調查 那看起來整個案件呢有技術要往上竄生的趨勢 你怎麼樣觀察 包括今天晚上 他提出抗告 對 可能的發展 今天晚上抗告 等一下十一點左右要開庭 那我覺得說 從這個趙騰雄五百萬交保之後呢 其實他就積極地做了一些所謂的滅政的動作 他那時候呢沒有回一般人就說你從法院出來一定都會去吃豬腳麵線 他沒有 他先到這個公司總部去 然後呢 召集所有的主管說 我們做得不夠好 就是你知道 我們沒有做 我們做得不夠好 很多人在解釋說 你看送錢也沒送好 送到出事了 那到底是不是這樣的一個意思 也就是說 其實他後面趕緊要處理很多的這個相關的證物 然後包括要這個再去銷毀這樣的一個動作 幾乎都被發現了 那既然這樣的一個動作被發現之後 那後來在六月二號 六月一號的時候裁定這個積壓 那時候真的是當天晚上 我一直等 一直等候到半夜 就想說我一定要等到收押境界 我才甘心 因為你知道嗎 跑新聞這麼久 我對趙騰雄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一九九八年十六年前 在雜誌上面 第一個定位他說是營建業的糾紛大王 廠辦大王 可是每個案子都打官司 甚至他跟政府打官司 也都打贏的 連王建軒當年當財政部長的時候 罰他十幾億的稅 最後行政法院打下來之後 趙騰雄贏了 一毛錢都不用繳 這些都是趙騰雄厲害的地方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人 我們形容他叫營建業的九命怪貓 那這個九命怪貓呢 現在覺得自己壯大了 自己長大了 照正計畫看我 這個臺灣的房地產的房價 看我 其實呢 這已經讓很多的小資產階級 買不起 買不起房子的這些人 已經很受不了了 好 那今天五百萬交報 交報之後呢 很多人都覺得 糞糞不平 好 那糞糞不平 羈押了 如果說 今天的這個重新開庭之後呢 你如果真的把他放出來的話 那臺灣的司法 那還真的是會讓大家 因為是同一個法官來審理的 那同一個法官審理 那這個跟開車撞總統府的那個 那個人是不一樣的 就是說這真的是有一些相關的面證 那所以如果你是這樣變來變去的話 那對整個司法界的影響 是非常非常大的 可是呢 他的律師周燦雄講說 如果趙騰雄積壓的話 會影響臺灣經濟 哇 這好嚴重 這就讓我聯想到當年王佑禎 王佑禎呢 當時中華銀行立霸集團 那個整個也是上幾千億啊 雖然遠雄集團 整個年營收是兩千億 可是呢 王佑禎當時整個的 立霸集團規模 也不只兩千億啊 那時候呢 也是說大盜不能倒 倒了沒 倒了 好 整個立霸集團 還不是就這樣子 讓整個翻開來之後 現在王佑的子女都在坐牢 好 那趙騰雄 這樣的一個案件 我們認為說 他不是只有一個巴德河宜宅 包括暗號裡頭的A7 暗號還在喬五千 結果變成一六 反正是五零變一六 那就是表示說 這個雙方還有很多在畫 我們講說畫 那結果呢 A7現在怎麼樣 不知道 罪證有沒有被滅掉 不知道 那還有相關的 除了A7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 他的眷村改造工程 他的這個 正在ING當中的 整個現在遠雄ING 正在進行的一些案件 加總起來超過五百億 絕對超過五百億 這就是周燦雄講的 他不能夠倒 他如果出事 影響到臺灣的經濟 會出事 好 可是呢 我覺得沒有這樣子一個道理 我覺得做錯事 該面對司法 該給社會大眾一個交代 何宜宅 大家都買不起了 大家都這樣子省吃鹼用 要來買何宜宅了 你竟然還要靠收買這個 這個副縣長 然後來拿到這個案子 我相信沒有拿到的人 他們現在終於明白了 哎呀 為什麼我技術表也輸 為什麼我的價格表也輸 所以我覺得說 這個要讓臺灣 整個社會重新去檢討 我覺得像莊莊說 很多人都很清楚說 臺灣很多的案子 只要涉及到政府部門 都有這樣的一個行規 那只有一個巴德這樣子嗎 只有一個巴德一千六 你就覺得說 這樣子司法就告一段落嗎 沒這回事 所以我認為繼續羈押 把所有葉思文手上的一百 將近一百五十個案子 在桃園縣政府 光桃園縣政府一百五十個案子 他在營建署的任內 當中還有 五年內 多少啊 這個四十萬交保的陳麗玲 這個親密女友 到底是手上有多少錢 洗了多少錢 那這個他在營建署長任內的A7站 有沒有拿錢 這全部都要查 尤其說這我不用的人 這我不用的一種 沒有沒有能力的官員 你竟然重用他在營建署 五年下來 幹了多少壞事之後呢 再到新北市 再到桃園縣政府 去當副縣長 就被髒到 那一定要查清楚的 的確是如此 那麼因為這 我們剛剛特別講到了 這是產官學 這三個綿密的一個共犯結構 剛剛特別談到的是 趙騰說 我接下來要請問一下 蔡仁惠這樣的角色 他們又說是這個 所謂的綠建築的這個專家 其實呢 在很多的 因為我們以前最怕 就是產官這個鎮商勾結 所以我們就認為說 最好有這個專家 學者進來 參與這個評審的過程 或是參與這個招標的過程 都有一些利用專家的這個專長 或是學者專長 或是親喻 能夠讓整個組織 或是整個過程 能夠更加的透明 可是顯然的這個菜人會 這個所謂的專家 或是學者角色 這個當中 他不但呢 是穿梭其中 擔任白手手套 還擔任運前的這個角色 朱老師 我想就很直接明正問你吧 這個其實呢 你們也擔任過 或是許老師 都擔任過很多 這個評委的角色 你們應該也或多或少 或是也聽過 或是有看過 這個所謂的壓力 或者是利益 是不是常常發生 在這個評委的過程當中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問題就是說 如果參與會 究竟只是一個個案 還是這是一個常態 如果是的話 那麼如何讓我們的民眾相信 這樣一個制度 是可行的呢 莊老師 這個應該是一個個案 就是說以前那麼 政府機構 常常發生一些弊案 但其實那個萬一發生問題 那個判決下來 是很重的 其實說像說我想許老師 也像我們一樣 你在公共工程委員會裡面 都可以查到這種名單 那名單就是他省得夠資格的 這邊列進去 那這樣來講的話 就變成說 我講類似說 那個雙子金 其實我們也是評審委員 最後是被約談 為什麼 因為因為只有問題的話 所有的委員都都都會被列入 去約談的對象 但是這樣一下來的時候 大家其實也是很不願意去做這種評審 那他的問題就出現在哪裡 就是說你看評審委員 那個他公共工程委員會的名單 他是經由承辦人 把他篩選出來 然後再由這個可能承辦的長官去勾選 大概是這樣 通常大概七秒兩倍的名單 那這個問題就會變成說 他有好物是誰 那一個重點是說 之所以會有作弊 假設這樣 假設說那個雙子金 他十七個委員 但是如果府內委員是六個 看起來是少數 但是你只要過半就通過了 所以你應該說是 你再去收買上個 頂多是這樣 對啊 大概是這樣 那這問題說 那是不是每一個人都有這種的行為 或者這種傾向 這個他們會挑 一定是比較隱藏在裡面 而且平常是長袖善污 比較被喝酒 或者是吃飯 吃完會有第二拖的 那最容易出問題 那如果說很多不會喝酒等等 這些都不會 那一個重點是說 為什麼這些學校老師非常怕評審 這種大案 你知道嗎 因為現在所有 即使說我們實力學校 你代表這樣出去的話 你在評審的時候是 這等於是公務人員一樣的資格 去評審這種公家的事務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 萬一發生問題 是公務人員的 這個貪污懲治條例 釋紅 對 所以最低就是七年 還不得假釋 所以已經有出現這些問題 充分惡止這樣的歪風出現 所以所以平時你不是 不是公務人員 但是你執行公務了 那個時候就問 南港展覽館就每個都很重 對 那個已經 有些譬如說 你拿人家二三十萬 但最後已經有人進去了 你一輩子當中七年在那邊 你還得了 所以現在很多人根本就可以不碰 你就不碰 要不然你就堅守你的立場 對就對 不對就不對 所以所以最近這幾年 其實這個問題 幾乎是 幾乎是絕跡了 說實在 因為還有問題 是什麼你知道 他可能是A案 剛剛講 南南展覽館這些 是A案 B案 C案 可能查B案 然後延伸出來A案 C案 因為同學院辦的 這問題也很麻煩 那當時有一個 A有單位他是承辦人員 剛剛叫A案 B案 C案 他居然是以前 他過了好幾年的事情 因為他有經過他手中去分配 結果電腦裡面 他被查過電腦裡面有分配款 這一下全部都就爆出來了 對 所以這些問題 我們常常講 評審 其實是第一個 幾乎談 兩千塊 那你去惹這幹嘛 其實大家都抱著說 以我們的專業 去做一些公益的想法 而且你要瞭解說 到底這個個案是怎麼形成等等 包括一零一大樓 當時是臺北國際金融大樓 第一次評審 我們也是參與 所以基本上會認為說 大樓個案如果成功 有一種榮譽感 使命感 但是我發現 唯一發生問題 就那還隨個賭掉 到底是這樣的 徐老師 我想你遇到的利益 可能遇到的壓力 可能遠比利益來得多很多 其實我想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很少參加校外的評選 但我的意思是說 不是評選這個部分 可能源自於 因為大家都希望說 我們不要講收買 或是說我們給一些學者壓力 你希望他不要那麼參與 積極參與 像您手上非常積極參與 很多的這個社會運動 是是是 那其實這也講難聽點 其實也阻擋了很多人的利益 所以你勢必會 遭奉到非常非常大的壓力 這壓力呢 我說我才會說 你的壓力可能源自於 比你的利益來得更多更多 不過不過因為我大概很少擔任這些委員 所以相對的 我的心情反而會比較輕鬆一點 比較沒有那麼多的壓力 那我想跟各位報告一下 其實我覺得這除了是個案的一個問題之外 我們可能要檢討相關的一些制度 因為這是招標 那招標往往是最後最後一個階段 他先前還有都市計畫的階段 可能還有碰擊到土地徵收的一個階段 更早就去 比如說像林口A7 他就都市計畫的變更 還有這個區段徵收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比如說葉士文 他擔任之前的營建署的署長 他在當中扮演了一些什麼角色 那所謂的都市計畫委員會 或是我們所謂的區域計畫委員會 還有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 現在改名叫土地徵收審議小組 這當中扮演了一些什麼樣的一個角色 可能在評選最後的一個階段 可能學者相對的 會非常的謹慎 但是之前要讓這個案子走到最後最後 這樣一個階段 像都委會的委員 區委會的委員 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的委員們 這些學者們 可能 可能要要要好好的 大家一起來省思一下 那我們這樣的一個機制 是不是也產生了一些什麼樣的一個問題 我現在從這樣的一個案子 其實讓我更想得到的 就是我們的計畫的一個體系 比如說都市計畫 區域計畫 土地徵收的這樣的一個計畫 最後才會到這個評選要招標 其實不只是這個招標出了問題 我個人認為是這整個計畫的體系 跟結構是出現了嚴重的一個問題 我個人是比較採取這樣一個觀點 那這個讓我們非常的驚心 出現了這樣的問題 而尤其在葉勢文 其實他是可以主導 前面這幾個計畫 所以我們的國土計畫 是由營建署署長 其實是由他 大部分是由他來主導 所以出現這樣的弊案 所以我覺得 我的建議 我們可能要整體再來思考 這樣的一個計畫體系跟結構 是不是有必要要做一些更改 我們 不好意思 我想就像今天這個桃園縣政府 後來也已經特別提到了 這個合一住宅的部分 包括了未來 他想怎麼樣重新分配 或是是不是要新建更多的社會宅 不曉得這個 這其實都很末端了 對 因為這個其實就像老師 有很多處理過 這個所謂的針蒂的問題 對 政府在這幾年當中 十年當中針蒂的速度 其實是非常的快的 針蒂之後呢 到底有沒有用在這個刀口上 或者是說他到底肥了誰 那那個被針蒂的人 他被迫 他只能被迫地接受 這等等 這其實都是非常細膩 必須要被檢討的 我想跟各位介紹一個案子 就是領口A7 可能有發生B案的這個案子 我想跟各位報告 其實這是一個很悲慘的個案 政府總共徵收了兩百三十六公司 在總統選舉之前 口口聲聲說要蓋合一住宅 我不知道各位知道 他用幾公頃的面積 來蓋合一住宅嗎 他徵收兩百三十六公頃 他只有用十公頃 來興建合一住宅 那剩的部分呢 剩的部分 大部分就是產業專區 還有商業區 還有住宅區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他是一個土地開發跟炒作 但是卻犧牲了人民在憲法上所保障的基本人權 那本來當地也有一個自救會 但是最後還有這個地方更慘的 政府要採取一個策略叫欲標手 就是你還住在裡面 整個案子的一個流程不超過兩年 竟然不超過兩年 你就被掃地出門了 這是非常非常悲慘 非常悲慘 所以我們希望政府 希望檢調單位可以好好查 這樣的一個案子 能夠還當地居民一個公道 我這裡有一個資料 說這十年來政府是每年用五百到一千五百公頃的速度 來徵收土地 所以累積下來這十年已經徵收了萬請的土地 而且這個徵收的數目也很驚人 這個二零零一年的時候才四十筆 到了二零一一年的時候 已經增加到九十三筆 那辦理的面積從不到三千公頃 以及增加到七千六百公頃 所以十年之內增加了兩倍 所以這都是一連串值得被注意的事情 我再跟各位提供兩個數據就好 一個是領口淡海新市政 第二期一一四零公頃 準備要徵收一千一百四十 再另外一個案子是桃園航空城 總面積是四七九一公頃 結果要徵收的是三二零零公頃 三千二 所以你看一一四零三二零零 加起來就四千多公頃 這算是非常恐怖的一個事情 這真的是用在所謂的社會住宅 或者是 還是開發炒作 還是炒房 整體開發 整體開發 我們先來回過頭來看這個 巴德合一住宅這個簡介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基地的面積是六千四百三十九 這相當的大 總戶數是至少九百五十戶 那麼遠雄是可以 以他這所謂的造證的規模 可以到一千戶 那坪數是三十坪到五十一坪 就是典型的這個家庭 小家庭的住宅 那麼樓高是地上是二十樓 他房屋的均價是十四點九萬 將近十五萬 他的租售比呢是百分之九十是要出租的 百分之十呢 百分之九十是要出售的 百分之十呢是來出租的 出租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希望所辦的這個社會住宅 這個部分 那麼他希望呢在二零一四年 就是今年年底要申請建造 開始動工 預估呢是在二零一六年的年底 可以完工 這是我們對於巴德合一住宅 現在的一個簡介 我們再來繼續看一下 其他附近這些住宅 到底是有哪一些 我們看到的剛剛第一個呢 就是巴德合一住宅 這是遠雄興建的 那麼呢其他的住宅呢 有這個陶太集 陶大集 這是陶大機構 那麼這個單價是二十八坪 哇 他的一半 然後呢 他的坪數呢是四十八到七十坪 這是大坪數 那明日會呢是新潤建設 潤泰集團的二十七到二十八萬一坪 然後還有這個利寶 利寶也是一個大的房屋建設機構 他是二十四到二十六萬一坪 坪數呢是三十到六十萬 所以基本上大概看起來 大家訴求的都是這個 以家庭結構三到四口的家庭 這樣的一個坪數 不是說這種超級大大豪宅來興建 這裡面有好幾個問題 在這個當中在討論 我接下來就詢問一下這個 尼社長 這個張成春曾經說 因為他在這個大巨蛋 或好幾個跟政府有開交往的過程當中 都不是很愉快 所以他不要再碰這些大型的建案了 但是目前看起來 他不但繼續碰 後面還有好幾個案子 也在進行當中 這個只有一半的金額 他卻願意做 到底建商圖的是什麼 他有什麼樣的機會 還有以這個遠雄來說 他有這麼多不愉快的 這個交往經驗 為什麼繼續還是來做 這麼大的造證計畫呢 其實這個桃園航空城五千五百億的這個金額要去打造 整個桃園航空城 當然這裡面只是其中一部分 但是我就直接認為 剛才來之前跟徐老師討論 我覺得桃園根本不需要蓋合宜住宅 怎麼說呢 房價沒有很高的地方 今天房價最高的地方 還是在雙北市 你桃園需要蓋嗎 你苗栗需要蓋嗎 那是不是花蓮台東 大家也來蓋合宜宅或是社會宅 沒有必要 所以我是覺得這是很堂物的地方 沒有錯 剛才列出來這些所謂的淘大機構 新的都是都是大型的建商 但是你想回想到桃園航空城 剛開始起步的時候 八德的房價大概大概才十萬出頭 就被炒起來 剛剛過二字頭的時候 大概就是去年下半年 你看現在已經有人開到三字頭 所以大概兩年三年的時間 漲了一倍這樣 當然大家就講 我也在媒體裡講說 桃園現在每個桃園航空城到處都是蛋黃 對不對 台北市有大蛋黃大安區 新北市在新版或是新莊附近 現在是連桃園都有桃園 我有桃園 我在中立 我在桃園 整個都是大桃園 所以整個就是把市場給搞亂了 我跟你講桃園的房價 相對來講 今天中正都去南港交流到附近的 中古大概二十到二十五萬就有 今天蓋一瓶十幾萬 而且他的供給量 桃園的供給量是很大的 根本不需要去蓋合宜宅 他的房價沒有這麼大的落差 不需要去蓋合宜宅這個問題 所以回到原點 根本臺灣的住宅 沒有住宅政策 今天沒有錯 葉前副建長這個 當營建署長五年期間 你看得到住宅政策嗎 對不對 這個是中央主導 現在叫社會宅 當然丁 丁署長 剛上說 社會宅是只租不賣 只租不賣 雙肥是一直在強調 但是桃園 又下放給地方政府 可以自己去興建 所以這個桃園 等於是桃園縣政府 自己去主導的合宜宅 剛才我講到 他根本不需要去蓋 因為桃園的房價還沒有 夠壓力指數 還沒有大到 大到像台北市高達十五倍 新北市高達十二點六七倍 這麼高 對不對 壓力指數沒有很大的時候 你在那邊蓋 其實我就覺得沒有錯 他為什麼要蓋 很大的問號 那質疑是不是有官商勾結 這些東西 我認為是個案 但是透過這個個案 我覺得產官群 也透過這個個案去檢討 對不對 是發包制度有問題呢 政策的問題呢 住宅的問題呢 對不對 要從遠觀的 整個宏觀的角度去看 不能各自為政 因為苗栗也蓋合宜宅 他那個頭份的那個苗栗的 這個所謂電梯住的大樓 才個位數不到十萬塊 那你要蓋合宜宅幹嘛 對不對 然後一開發幾十公頃 幾百公頃 我想補充一下 巴德這個合宜宅 這種感覺 感覺上就很像葉室文在國家公園 然後大雪山 蓋了一個大違建的這種 你知道有這樣的一個image 有這樣的一個印象 因為呢 現在出了事情之後 吳智陽下午開記者會說 他現在要把這個租售筆 要改成這個六十趴出售 四十趴出租 四十趴出租 請問各位 那個地方 你如果說改成四十趴出租之後 有多少人願意租 年輕人都不願意租 所以他整個涉及到的是一個 一個住宅政策的問題 今天呢 如果說我們講像這個A7 他捷運要通車 捷運要通車前 你做一個規劃 然後呢 讓有很多在這個臺北市中心 或在內湖 在整個就是說在一些上班族 他可以在A7站搭上捷運 然後去上班 的確有他的便利性 這樣子有一個便利性 可是我們有沒有住宅政策 我常常以臺北大學為例子 臺北大學現在人很不得了啊 好 可是呢 你讓這麼多人進去的時候 你當時只注意到炒土地炒房 結果呢 炒上來之後 現在呢 大家還是沒有沒有大眾捷運系統 還是沒有一個 就是說當時的這個捷運可以開 為了郭台銘可以開到頂埔 但是呢 再往下去就沒有了 這是整個住宅政策很方妙的地方 像這個美和市 美和市爆出這麼大的弊案 他的負責人林榮賢 林榮賢早年的時候就是 送了一千萬給臺北縣政府 被收押過的這種元凶 好 可是呢 他越玩越大 變成連開大王 玩這個大的 像美和市這樣的小壁壇站 這種地點是標準的 政府的土地 該釋出來做社會住宅的 你保有政府的土地 然後呢 你做出租 這是最好的標的 可是呢 你來做什麼 你來圖利建商百億 然後呢 抓兩個小官去當店黨 說他們偽造文書 這個就是我們的政府 我們政府專幹這種事情 這整個政策就是錯的 基本上你不要拿拿他來 跟隔壁的這個這個建案比 不要拿他來跟力寶 跟興潤這些比 力寶他也去搶了 他認為說我那邊賣24 我那邊賣14 我做市場區隔 我還是賺錢 因為這個案子再怎麼樣 遠雄再怎麼送錢 他至少最最最低的利潤 是說七億至少七億 那這七億呢 行規拿十趴拿七千萬出來做公關 這是正常的 這以業界來說是正常的 我接下來要請教的問題 當然第一個就是說 這個明明人家旁邊都賣28 他可以賣14 當然他他利潤所謂何來 那當然他們開出的是七億這樣的一個價格 那當然這個銀建署長的也特別說了 那個七升百分之二十的這個利潤是合理的 他這個價格很簡單 那土地是國有的嘛 所以那土地成本扣掉 你到成本抓一抓 大概就九萬塊了 那現在假如說賣14 15萬的話 但是沒有錯 他跟所謂民間的這個 所謂的建商來比的價差 是蠻大的 所以他能吸引 但是我曾經問過 我們這個飼料組的幾個年輕人 他學鋼畢或是研究所說 這個巴德和宜仔 他說巴德 他去飼料 他就好遠喔 要出租他也不要 所以就想根本就蓋在那個 那個地方是沒有 沒有需求要的地方 你今天剛才講 玉珍姐講 沒錯 捷運聯合開發 根本就不要 那開發就是建商跟捷運 台北市捷運合作嘛 對不對 捷運共購的地方 你不要飄售嘛 紫住不賣 紫住不賣嘛 分光了 這個國有財產 這個所謂捷運群也把它飄售 創新高 這個隨便都創新 捷運共購嘛 那些地只要留下來做合宜仔 那不是更好嗎 加上周邊 社會宅 對 社會宅 加上周邊的廠站 聯合開發 把容積在這個 適度的這個調整一下 這樣餅做大 雙櫃市捷運站 太多了嘛 所以很多 我覺得很好解決啊 怎麼會搞這麼複雜 我就想不通 因為要獨立建商啊 好 我們今天 我們接下來還是來看一下 這吳智陽 他今天下午 他以非常沉痛的心情 來表示這個整個的合一住宅的政策呢 會有很大的轉移 我們來聽聽 下午四點 桃園縣政府大禮堂 坐滿所有的縣府人員 端午節假日幾乎全數被召回 就是因為前副縣長夜市文涉嫌收會 縣府要公布改革新方向 而縣長吳智陽也在事件發生後 第一次召開記者會 吳智陽先為部署涉案代為道歉 表示非常痛心 發生的這個事我們當然很難過 但是我們的方向是正確的 既然方向正確就不能退卻 勇往直前 該做的事情還是要勇敢的做 至於巴德合一住宅標案的後續 公務局下午也宣布與廠商解約 對此吳智陽表示 不論夜市玩參與程度多少 只要是夜市玩金手和督導案件 將主動送廉政署調查 所參與的所有的案件 不管是直接間接 或者只是他曾經參加的 所有案子總共143件 全數移送廉政署 並案來調查 還要擬定我們廉政的改革作為 吳智陽也宣布 包括桃園縣政府秘書長鄭瑞成 在內的五名一級主管 也調離主管職務 而外界關心 夜市文藝涉嫌收賄遭押 是否會影響到吳智陽 年底升格的桃園市長選情 吳智陽從進大禮堂到記者會結束後 臉色凝重不發異語快速離開 不願對選情發表任何意見 記者 並不是建商不是政府 而是民眾 我們先來看一下 什麼樣的人可以申請這個合宜住宅 以這個內政部所規定的 在領口的A7還有板橋的福州 他是針對了有配偶要滿二十歲 而且單身的要四十歲 那麼第一類的是指這個家庭的年收入所得 是低於臺北市的百分之五十的家庭 也就是低於一百五十萬元 第二類的是百分之五十 就是臺北市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八十 兩百四十萬的區間之內的所得 而且同時必須要沒有自用的住宅 那麼在領口A7這個案子是說 你在購物的五年之內 是不可以出售的 福州案這個案子是規定你十年之內 不可以出售 那麼再來看看桃園縣這個巴德這個案子 他的限定是中低收入戶 你的在涉及要滿一年 而且購物是十年之內不可以轉售 那麼在遠雄這個案件發生之後 那麼目前已經確定要解約了 而且要重新招標 那麼提高這個出租的比 是到百分之四十以上 是作為社會住宅之用 其他可以出租的住宅 是增加賦買回的機制 這是今天的最新發展 這當中也有很多很多 值得討論的部分 第一個部分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賦買回的機制是 我們剛剛是詢問他是說 未來如果說民眾要去 把這個房子給賣了 不管是五年也好 十年也好 那麼他不可以高 不可以低高於市價太多 那甚至有個說法是說 他可能只能用原價去買回 這是我們剛剛去詢問台北縣政府 他說原價買回 老師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個誘因的確是達到房幣的目的吧 您同意嗎 但是究竟這樣算不算是讓民眾 有人也認為說 那民眾持有了五年十年之後 他賺到一個合理的利潤 難道不行嗎 那我們究竟在所謂的炒房 或是合理利潤之間 或是這個賦買回機制之間 我們怎麼樣取得一個最好的平衡點 這樣講 他講說這個四十趴是出租的社會住宅 六十趴才去出售 我敢保證沒人來飆啦 因為你想想看 我們剛剛講說百分之十的利潤 其實在都市更新 就有風險管理費是十二趴 你只考慮到景氣 好是大家房價追啊追追到一次頭就消失了 你整到景氣下去的時候 告訴你那個風險比這個還高 那其實十二趴裡面 就是說都市更新 包括利息管教費用什麼都包含在裡面 景氣下去房價一點 價錢跌剛剛子仁所講的 房價跌跌到一隻頭的時候 沒人會下屋 那怎麼辦 寧可違約 對啊 那我沒錢啊你要怎樣 只要讓你找嘛 對不對 這問題就來了 隨便那麼簡單 你說四十趴這樣講好了 之所以大家認為有利率是說 十四點九萬其實是不會賺錢的 再來 你那個是因為一樓 一樓店面你可以自己定價 那你的一二樓價格還高一點 那請問你二十層樓一千戶 一樓幾戶 頂多五十戶 沒幾戶 沒幾戶你不是大社區 又是說南京比較中下階層 中所得 中低所得 他的消費力有限的時候 一樓哪有增值空間 這所謂的大社區 像林口或三峽說 住進來 可能是五千戶一萬戶的 像那個大型造證的 加了五會進來 那都有值錢嘛 對 所以這裡面大家會 你說要不然大家既然搶的話 小電商第一個會搶 搶進去啊 那為什麼會上市公司 第一個他會認為企業形象有加分 第二個他是大量的發包 他可以降低成本 然後再來你政府既然是政府主辦的 土地融資建築融資都ok嘛 所以這樣來講他們願意去做 有一點帶公益性質 所以大家沒有把風險看進去 就覺得暴利 我不覺得是這樣 你說四六比的時候 可以想想看 你現在六十趴賣掉 可以把成本回收嗎 未必啊 可能沒辦法 對啊 再來你四十趴 你有沒有考慮到以後的管理維護 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講 不是管理維護那個問題 才才麻煩 你去管理那個有錢人 他愛面子 管理費絕對不能欠 對不對 但是比較沒錢的人 你知道南機場國宅 為什麼曾經那個十二層吧 電梯是停擺的 那為什麼你電梯不維修呢 沒有繳管理費 對啊因為他說我就沒錢 我失業腳管說管理費 所以他寧可爬電梯 所以這種問題 我們要後續考慮說 因為現在所有的合余住宅 都還沒有進入教務 管理維護 所以這個問題要去想清楚 不是這樣說 數字算一算就OK 我覺得這是我們應該去思考的 所以在整體來講的話 我們比較傾向說 合余住宅沒有問題 但是因為政府就是沒有整體的住宅政策 才衍生出說臺北太貴 因為你臺北市新北市一直壓不下來 才會造成說往新北市 然後新北市又找不到 才會到桃園去 所以你想想看 剛剛只能講的是對 大家講的對 就是說如果我們從捷運 不要說是臺北 臺北市 新北市 三環三線的時候 有沒有很多土地 再來新莊富度新 你賣到一瓶可以賣兩百多萬 那為什麼政府會擁有這麼多 包括臺中一樣 你看我是去認徵收 因為我是徵收 所以你公家獨立必然要賣給我 那我拿進來要幹嘛 你就一部分當作剛剛講 這種有點公益性質 另外我可能做產業專區什麼 我回去飆售 那為什麼這樣飆售呢 就是說因為常常這個地方政府負債 所以一飆售就很負債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就是長久以來都出現 這樣一個漏洞 所以我覺得說合余住宅應該不應該沒有那麼嚴重的問題 而且你這麼政府一直你看到現在為止 所謂的這個社會住宅在這六千八百一三戶 少是越少看到荷蘭說三十四八像個二十九八 大家覺得政府都不做事 所以今天不得意是說 這邊福州一點 A7一點這邊一點 我常常講的是安慰獎 所以有一點這個那你等就知道 那剛剛講到浪海新市 但是我覺得很好 其實這樣講法 除了三環三線的地 或者是捷運連開 再來機場捷運 桃園本身也有捷運 再來我們如果把系值跟那個這個基隆 系值不是如果有五個捷運站 其實可以住很多人 那房價不貴 再來如果說臺鐵捷運的話 因為現在不可能蓋捷運 你臺鐵捷運做得好 包括公車系統 其實工業用地都有對不對 再來當然新市政 如果說一千多公斤要徵收 我告訴你說 我有一半要當社會住宅 那我捷運什麼時候開工 什麼時候完工 在哪裡 對不對 那這樣來講 大家都不會去搶 那我們就從來沒有做這種功課 不過我想跟徐老師討論一下 因為您對於這個徵收的部分 就土地的部分 我們剛剛上個階段也特別談到了 很多人都在說 這個就是假合一住宅之名 或者是假公益之名好了 其實我們還進行所謂的圈地 養地炒地炒樓 這一類的一連串的 這個負面的影響 當然我們認為說 其實建商開發 他必然要給他適當的利潤 但是其實政府 在這個最前端 其實更需要扮演 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您對於這個區段徵收 其實你有不同的意見 跟一些想法 你對於政府到底這樣做的 是不是過頭了 你有什麼樣的意思 我覺得太過頭了 我的觀點可能跟幾位 有點不大一樣 我覺得我們的房子 並不是不夠了 我們房子其實太多了 如果各位看去年九月份 營建署所發布的全國區域計畫 裡面有特別提到 我們全臺灣的扣募率 大概達到百分之二十 所以我們並不是房子不夠 而且不是房子蓋太多了 而且我們各個地方政府 都不斷地虛報人口的增量 然後不斷地把土地農地變成新定都市計畫區 所以我另外再跟各位報告 也是因為在前年的七月份 因為監察院調查 林口A7的這個案子 所以這個監察院公佈一個資料 讓我們大家都嚇了一跳 也就是我們這個虛報的人口數非常多 我們預測人口數跟實際居住的人口數 相差六百七十八萬人 也就是我們現在 這麼多幽靈人口跑出來 其實我們土地夠 現在土地夠 現在房子都夠 你如果要到淡海新市鎮 第一期他徵收了四百四十公頃 現在開發的還不到四成 現在開發不到四成 而且現在已經蓋了房子 蓋得非常高 你到晚上去看 黑媽媽的一片 對 當地的民眾還說 那個是鬼城 所以我們的房子其實蓋很多 我們覺得不是量不夠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狀況 是如何讓這個量 這些房子能夠釋放出來 讓我們的平常老百姓 能夠住到裡面去 而不是另外又弄了一個 一大堆什麼什麼 當然合一住宅 我們可以來考量 或者用了一個很多的 都是掛羊頭賣狗肉 像這個淡海新市鎮第二期 第一期都還沒開發完 就要開發第二期 而且又一千一百四十公頃 有這樣的必要嗎 桃園工程剛剛幾位前輩也說了 桃園那邊根本沒這個價 也沒這個量 但是我們現在 要總共的四七九一 我剛剛裡面需要徵收是三千兩百公頃 然後要把一個海軍的一個跑道 要把它廢了 主要目的要幹嘛 因為高鐵青浦車站 我們有航高管制的限制 主要目的也是為了土地投機炒作 所以我真的覺得我們真的要好好的一個考量 在這個情況之下 尤其在我們的糧食自給率 台灣糧食自給率只有百分之三十二 而且我們現在量不足 我們的值其實也很多的問題 因為我們農地有很多的一個污染 如果各位注意到現在我們很多的一個環境相關的報導 讓我們非常非常的擔憂 所以我個人的一個觀點 我們為了追求一個永續發展 我們有必要再做 這麼大型的真諦或是開發嗎 對 開發嗎 好 觀眾朋友這個現在是滿薪的過程 我們來看一下觀眾朋友什麼樣意見 首先就是事件當中的桃園人廖先生你好 我也你好 是請說 我認為說我們善民主義不是住者有其餘 但是我的想法說有一個方法 我不曉得可不可以啊 就打個比方每個人有一間房子 但是假如你擁有 打個比方假如你擁有食物 以後你死沒關係 擋下歸公五戶 你的五戶再給你的子孫拿二 五戶就是歸政府 就這樣 這個 這樣就有調啦 不太行 沒有人在為他存那個黃 增加了遺產稅率 好 謝謝 再聽聽看是屏東的王先生 王先生你好 請說 你好 那個我們現在 住從民國那個78年以來 到民國85年 這個房價飄障成為我們台灣 經濟的這個泡沫經濟 那麼現在呢 我們全民只有一個辦法 就是不購買這些房屋 那不購買這些房屋 我們可以用其他的替代方法 包括所謂政府什麼合宜住宅 社會宅 專用這些虛有名詞 然後商也是一樣 什麼鑄造一個假象 新北雙北 這個房價那麼高 然後講那些天文書書 就是要數這些有錢人種殼 我們一般的那個中間分子 我們所謂常 就不買他們的房屋 這是最上之策 講其他都沒有用 他們官商勾結也沒有用 另外最重要一點就是政府 不要隨便徵收聯名的土地 拆聯名的房屋 這是我的報告 謝謝 謝謝你接下來接聽的是 新北的葉仙 葉仙你好請說 謝謝你接下來接聽的是 新北的葉仙 葉仙你好請說 喂你好 是 那個我覺得有幾點 就是我想要探討的 就是譬如說 為什麼像我們捷運站 捷運共購宅啊 然後那個捷運蓋好以後 其實政府在蓋捷運的時候 地基這些都已經打好了 然後我們 進南政府就是又把這些 已經完成的土地 標售給建商 讓他們去土地 另外還有就是 為什麼我們政府 時常要把一些精華地段的 國有地也是標售給建商 然後讓建商去 寧可讓建商去蓋豪宅 讓建商去使那個區域的房價 漲價 非漲 價格非漲 而不乾脆把這些精華地段的土地 作為一般的社會宅 然後只住不賣 然後另外就是像我們 前司法院院長 賴茵照大法官講的 那個 我們的憲法當中 基本國策有規定 公營 公營 國營企業 國營企業它有 平均平均市價的一些作用 其實我們現在政府 陷入一個迷思就是我們很怕說被扣上與民真利的帽子 其實我覺得我們政府應該可以考慮成立一個由國家經營的建設公司 以後這種社會宅或是合宜住宅都交由這間由國營的建設公司來承包 那所得的收入或什麼就作為這一間國營建設公司的收入或者是維持運作的基本基金 因為國營的建設公司並不是以賺錢為目的啊 所以我們自然就可以把這些合宜住宅的或者是社會宅的價格壓低 更加的透明 那這就是我的見解 好這回應通電話是嘉宜的胡仙 胡仙你好請盛 我要提醒那個提供的參考給那個女性來賓 什麼叫A716 A716就是這一次巴德比照A716 一千六百萬總共三千兩百萬 好就這樣謝謝 好這是一個數字的心結 謝謝好觀眾朋友提出了非常多的想法 我想先請教一下您社長 大家其實他很多的這個焦點都是放在所謂的這個社會宅這個部分 我想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究竟不管提出了這個合宜住宅也好 社會宅當然也是一種方式 有沒有辦法達到平易房價的這個這個這個政策 或是一個想法 尤其讓我們剛剛說的這個十四萬 只有低於這個一半的市價 一般來說是七成到八成 究竟他就算是五年轉手之後 他有可能是被繼續炒作 還是他真的可以達到平易物價這樣的一個結果 我覺得這個都是高房價惹的禍啦 就這麼簡單 你看合宜宅不管社會宅這些所謂的這個 臺北市這個預售屋 這個成交價已經快到已經九字頭了 就像九字頭 那馬上要到一百萬 這個就是平均房價成交價 雙北市十二 臺北市十二個行政區 嚇死人了 你說買一間套房一千五百萬 加個車位一千七到一千七一千八 那首次公主 根本在臺北市想都不用想 所以呢這個高房價所以政府呢 前任這個馬總統五二零也講 十年要蓋十萬戶啦 十萬戶的合宜宅 問題是有沒有這個必要 剛才教授有提到空律這麼高 對不對空律這麼高 好淡海新市政現在沒有錯 重劃區 哇真的晚上那個七戶 服務員那個那個空律蠻高的 那其實現在沒有政府開始在打 在所謂的打房 每年都在打 打了很多年 從馬總統開始這個當選之後 二零零八二零零九 每一年都有一個奢侈稅啦 包括這個同屋稅 每年都有出招 但是房價就是下不來 但是沒有錯 房價的這個結構啊 沒有這麼簡單 他上去之後啊 大概前陣子的張副市長有提到 所謂的 所謂的這個房價 兩年要跌三成 不過他當然否認啊 但是說勾手的比從十五 要降下來降到十 這個是將可以指 希望是這樣 那希望歸希望 問題是他好像沒有辦法下來 以臺北市就是這樣 他真的沒有土地 那我認為房價會下來 但是呢 要慢慢的下來 我真的覺得 就是要看到房價 比較明顯的修正 要看到明年總統大選 我覺得政府要做出一個作為 就是說好 你今天房價高 從去年也是房價高 每年房價就一直開始在 政府的警覺性很低 就是說房價高到已經受不了的時候 才說哇這個燈 這個小鴨要破了 小鴨要破趕快要不能 但是又不能戳破 所以兩難 所以剛才講 社會住的才會到處 還不是到處開發 這個那邊林口一下 福州一下 現在桃園來一下 這邊來一下 剛剛莊老師有提到 我一直贊成 雙北市的捷運 捷運載 這些這個三環三線 再往外擴大 甚至剛講 汐止 基隆這些 輕軌過去嘛 交通先到位 對不對 交通先到位 把這個房價拉開 再以臺北市市中心來上班 三四十分鐘左右的這個車程 這樣可以可以 我覺得政府可以做 為什麼做不出來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想你其實一直對於這個 不管是土地 標售的問題 尤其在精華地這個部分 政府究竟怎麼樣的做法 其實你是很有意見 我覺得臺灣政府 就是這幾年下來 不管是藍綠 那個整個的結構 那整個的利益結構 是讓我們跑新聞這麼久 真的是看不下去 剛剛林大哥所講的 香港新加坡 甚至連共產黨 連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在蓋這個所謂保障坊的時候 然後他還不是一樣 我要蓋這批保障房 我要拆這個這個商業區 對不對 那我弄一個保障房之後 我交通也到位了 然後基礎建設做好了 然後把這些要拆遷的人挪過去 先安置 保障房安置過去 那個叫保障房 新加坡叫主屋 主屋的話就是給年輕人 年輕人之後 你上班工作保留一部分 作為你的主屋的一個 這個腳管的費用 其實人家都做得很好 為什麼台灣做得不好 台灣呢 就是官商勾結 國有地出售官商勾結 徵收土地官商勾結 然後呢 剛剛還有一位來賓說 這個賴英照提到的那些部分 就是說能不能用所謂的國有化 國有的這個公司 來承包這些案子 我告訴大家 你坐上那個位置之後 不管你是坐上台糖 你是坐上台肥 你是坐上國有企業的那個肥缺之後 你最想做的就是 我趕快找人來觀商勾結 把這個土地呢 給標售出去 為什麼無奶人要進去關 那這個就是很明顯的例子 不管藍綠都如此 現在呢換了藍的 高雄現在有多少 高雄土地飆漲對不對 那賣出去最多的是什麼 台糖的土地 你看到有多少是 台糖的土地是 因為地點太好 然後呢 建商需要 那結果台糖呢 就來規劃說 好我釋出土地 這個就是標準的官商構建 他們從來沒有想過 連我們講說 連美和市的A7站 這麼好的地段 最後幾乎都是國有地的 那結果呢 全部都給誰 給建商給土利 給他們拿走了 我們認為說司法 行政處分是解決 監裁員調查 是解決這個地方最好的方式 問題是我們的偉大的政府 顯然也沒有太大的作為 顯然就說 你繳了三十億保證金之後呢 讓大家都來過戶 要保障這些買屋者的利益 絕對不能夠造成房價下跌 會抗議 所以還是一樣 三十億的保證金繳了之後 大家過戶完了 也沒事了 兩個小官來頂罪就好了 所以所有的案子幾乎千篇餘律 我覺得包括這個何一仔 這何一仔我認為 這個吳智陽 簡直我真的不知道這種縣長 怎麼做下去 怎麼連任 為什麼 他現在呢 只想到說 我們做法是對的 我們要繼續往前衝 請問你把這個出租比 從十趴改成四十趴 就能夠解決嗎 那那個建商能賣的 比如說不管是這個遠雄 或其他別家 我本來賣九百戶 現在呢 你包括降到六百戶 我價格也不能提高 所以我的利潤本來是七億 現在我的利潤剩下三四億 我要嗎 我白忙一場耶 對 還負的 對 還白忙一場咧 所以呢 這樣那個情況 你弄了一個下台階 開了個記者會 很像這個什麼會議這樣子 弄大禮堂 開了個記者會之後呢 結果發現根本就不可行的 就這樣的縣長 繼續執行他的業務 然後呢 如果大家投票說 哎呀 這個吳家 我們繼續投他 就是如此 因為到選舉的時候 勢必就變成了一個政治問題 大家又忘記了 好 我最後把這個問題 這個交給莊老師 那麼我們把這個範圍整個拉大 如果說我們現在呢 把這個所謂的社會住宅 這個這個餅給做大 因為張奎提出了 希望呢 在十年之內呢 可以增加三點四萬戶 而且呢 在不管是租的租金的補貼 尤其是針對生障者 這樣的部分呢 究竟以目前來說 這個所謂的社會住宅 會不會是一個最好的方式 這是不得已的權益方式 就是說現在這樣講 就是說 剛剛徐老師也講到說 其實臺灣不缺住宅 就是說供給遠大於需求 但是別中還是不均 真的不足是北部 因為四十五點一一個百分線 人口是在新竹以北 然後基本上是臺北市 新北市跟基隆跟桃園 這個如果大臺北生活先把他建構起來 是ok的 但是問題來講就是說 那你要建構這些交通費用等等也很高 那剛剛有很多的這個來賓 在提到這個問題 所以反過來講是說 你要用社會住宅的概念 社會住宅是純粹是出租的 子豬不壽 你國家有土地嗎 錢哪裡來 所以這個要先解決 還有社會福利也要一起來 講一個最簡單的說 真的要做七十西門基督 給老宋西門跟那個龍山國小 本來上萬的學生變成幾百個 你其實就是仿照日本那個 你底層幾樓變成是學校 上面變成一個社會住宅 還有老人住宅 都ok啊 就可以做啦 對 好多同地 好多土地可以做 對啊 還有單水 所有對地位 我家是一個女人國 老爸住地沒地位 爸爸地位排地幾 第二吧 第一是誰 媽媽 我覺得她的沒地位 是她自己造成的 女兒要買內衣 我也不方便去啊 你都可以陪我去 逛內衣店買內衣 為什麼不能陪她 我爸爸目前啊 地位越來越卑微 去Costco 他只是丟他自己的兩包餅乾好了 然後我們就會馬上抽出來說 買這就麻 又沒有人要吃 今天晚上九點鐘 爸媽酒很大 日理一喜公視網路商城 好市成雙 買紅標商品 就像綠標商品 買一送一 買二送二 買三送三 多買多送哦 公視表演聽精緻的演出 讓您輕鬆走進表演藝術殿堂 對焦國寶記憶品 學習古人的智慧 用心體會美食的感動 與人情的故事 最優質的影音商品 就在公視網路商城 你曾經有哪些深埋在心中的冒險計畫 或是熱血青春的行動想要分享呢 邀請全國13到18歲的青少年朋友 一起用手機和行動裝置 來拍出我的白日夢冒險 大膽逐夢哦 2014青少年行動為電影創作營 完全免費 宜蘭廠7月10號 高雄廠7月31號截止報名 詳情請假客服專線 02-2633-2000-09 大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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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56 développ 台灣漁人為生存向大海考試 只能唱首生命清歌 每一次狂掏巨浪 每一把团鱼的拼斗 是他们最深沉的记忆和故障 周二晚间十点 记录观点 福生就在公共电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